我们先讲讲这雷茶的一个方式 它主要是春天到清明古雨的时候 这两个时间采来的茶叶在茶锅里炒 炒的时候我们今天不管怎么做这茶 绝对不能放油吧 我们今天对茶叶的概念 说一招油这茶叶就不是茶叶了 它就要放一点油 放上这个姜蒜以及泡好的茶叶 就这么烧炒一下 然后用锤子 为什么叫雷茶呢 就是用锤子把它锤融 锤好以后呢就加水熬开锅 不是漆茶 我们今天都是用热水漆茶 它就是熬开锅 放入了盐调味 然后用漏枣呢 把这个茶水呢就分别滤在碗中 撒上还有个撒上葱花香菜末 你想多少东西啊 配上事先用油 半炸半炒的那种米花花生 比较硬的这种干果 然后上锅 上锅以后啊 它会给你一大碗 这么大一碗 我一下就感受到 这个远古喝茶是这么一回事 我估计啊 唐代的茶还做不了这么复杂 就是里头佐料搁得太多 宋代喝茶是要去唐代的这种杂味 什么叫杂味呢 盐味算杂味 姜味 香菜这肯定都算杂味嘛 所以讲究喝纯茶 就喝茶自身的味道 这是宋代人 那么唐代呢就等于是熬这菜粥 熬这菜粥啊 它有点什么感觉 我喝来着 我这人也是有一好处 不管好喝赖喝 只要上桌子一定要把它吃完 东西都是这样 锻炼自己 这喝到最后呢 多少扎不出点味来 因为它这里头油性太大 所以就感觉很腻 那朋友就问我 说这怎么样啊 我说这东西啊 反正是吃不饱 但也饿不死 大家有机会去广西的时候 一定要尝尝这个雷茶 尝雷茶你才能感受到唐代之风 我们今天看唐代之风 都是上电影里看这个 坦胸漏壁的人 不是那光那个 你要尝尝这种古老的 这个饮茶方式 说起广西 大家都听说过这个 巴马 长寿之乡 巴马作为长寿之乡 可不是咱自个儿说的 是国际自然医觉会 他们宣布的 他说世界有五大长寿之乡 苏联的高加索地区 高寒 高寒人就容易长寿 巴基斯坦的一个叫汉萨地区 厄瓜多尔 有一个叫比尔卡巴班的一个地区 中国的新疆的南疆和广西的巴马 这五个地方呢 是世界五大长寿之乡 百岁老人的分布率最高是哪呢 就是巴马 说中国的人锐的圣地 我去了 大凹处都是内地去的人 在那个溪水里踩着就喝 有人还泡脚 这边泡着脚 那边踩着就喝 那景象了 我在趴那桥上看半天 我说这人是真不讲究 为了长寿 怎么都成 当然我们去的时候 有人跟我们介绍 说有些百岁老人见见去吧 我们特别愿意见 因为岁数到了我这岁数 特别愿意见长寿的人 沾仙气去了 老先生啊 也见怪不惯 因为天天都有这人吧 就问他 就说您这个长寿秘诀是什么呀 大家都想知道点长寿秘诀 那老先生说那话听不懂 旁边有人给我翻译 说他说的是啊 吃又吃不饱死又死不了 这长寿这就是秘诀 千万不能吃饱了 天天撑着的人一定不能长寿 就吃一个过去说八分饱 我告诉你就吃一半饱 你感觉吃了八分饱一定就吃多了 那么广西给我们全国人民留下的最大的印象 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那美女啊 那电影刘三姐 当年在桂林拍的啊 你说桂林山水 就是桂林山水假天下 杨硕山水假桂林啊 那个山水 以山清水秀 动其实巧似绝 获得假天下的一个美誉 你到桂林去看啊 我去过 他那山倒 他那山跟我们北方的山啊 不一样 他那山有一特征 他那山只能看 不能拔 那山都是原地拔起来的 直葱泥礁 但是不是很高 据说有一个九马化山啊 我也没看过 说这九马化山呢 说你能看出九匹马的 都是王侯将相 看你有没有这道行 那么我去这个桂林旅游啊 那年我去的时候呢 感受呢 就不如水多的时候 我一定水多的时候 要再去一次 你说这个刘三姐啊 现在的人大概没什么感受 我们小时候对刘三姐 太有感受了 对刘三姐感受最强烈的 一代人呢 是我们上面一代人 我爹他们那一代人 你想想 刚从战争年月 一路打过来 进入新中国 生活刚安定下来 突然出现一刘三姐 这刘三姐长得什么样啊 现在有照片啊 长得太甜 特别甜 演刘三姐的这演员 黄婉秋出道的时候年龄呢 才17岁啊 是迷倒了无数人 尤其那些从战争年月走过来的人 觉得这国家这么安定 有这样的美女通过大屏幕让你看 这个刘三姐这个长相啊 因为壮族人啊 壮族人就是广西啊 是壮族之乡嘛 就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啊 壮族 他长相跟汉族人差异性不是很大 那么刘三姐上映的时候呢 有多人看呢 那让今天的这个所有的电影公司啊 都羡慕 你今天是就断了念想 你是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去看你的电影 至少几亿人 如果统计人数 我觉得十亿以上 像我这样的人都看过不知多少遍啊 他有个数据 我们这么说 你可能不信啊 他其实有个数据 就是当年 刘三姐在香港放映的时候呢 跟好莱坞打擂台 打擂台 创造了连续放映数十天的记录 今天都无法突破这个票房记录 所以你们仔细想啊 香港有好多电影都借用刘三姐的这个旋律 比如少林足球 成龙演的A计划续集里 都使用了刘三姐的这个音乐旋律 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是或者说 现在的人很难感受那时候人的心境 因为从民国革命一声枪响 1911年民国建立到1949年38年间 中国基本上是内战和外战交替进行的 所以整个的国家的状态都处于战争状态 战争一平定 顿时这个生活的这时光就变得美好 所以你们仔细想想刚解放的时候啊 电影都是战争片为主啊 你看南征北战啊 什么地雷战啊 后来拍的地道战啊 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啊 六十年代前期就开始出现了五朵金花呀 刘三姐呀 阿师玛呀 让我们就觉得耳目一新 所以这个刘三姐给人的印象深刻 壮族有唱山歌的传统啊 你们知道这个 这壮族的山歌为什么叫山歌吗 没别的就是因为山多 山挨着山 山和山近 站在这个山上唱 那边就能听见 它这个小山呢 都很近 你到这个广西去啊 因为我们现在经常开车 开车沿途的时候 经常看着山非常漂亮 两个山很近 所以呢 它互相唱的时候 身后还有山 作为屏障呢 它那个混响效果特别好 它都是真唱 你看你到了 这个这个陕西啊 山西 它也有山 它就不叫山歌 它就叫民歌 为什么那山太大 它不能作为一个背景啊 你比如陕西是园啊 园就是一个体土 一个园来的园 那个漫坡 所以尽管山很多 但是它不能作为背景 就不像这个广西的山歌啊 宋朝人有个人叫周去飞 写了一本书叫岭南代达 这本书很有意思 有话高度就概括了 广西三月三的一个民俗 他说上四日 上四日就是三月 农历的三月三号啊 男女聚会各为行列 以五色结为囚 这个很有意思啊 男女聚会 它不是混杂的 叫各为行列 各站一边 所以你今天看那个电影 你也是男的站一边 女的站一边 对吧 像那个刘三姐就是这样 以五色结为囚 这个囚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的绣囚 歌而抛之 为之飞驰 就是唱歌的时候 用手抛出去 这个绣囚 不叫绣囚 绣囚是个土名字 它当时名字叫飞驰 人家在本有一名字 听着有点像一汽车品牌 他说男女慕成啊 则女受持 而男婚已定 男女慕成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眉来眼去啊 就眉来眼去 俩人看对了眼了 按照现代书 俩人对上眼了 这女的呢 就接了这个绣囚 就定了这个婚 那么三月三的时候呢 最不能少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唱山歌 你看看这个 这个广西的山歌 和陕西的民歌对比啊 就非常清晰的看出 地域的特征 广西的山歌 就是个小清心 小情调 说的都特别含蓄 不直接 它是跟你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纠缠 这个 让你逐渐进入 它的那个语境 比如刘三姐中的这个歌词啊 我们记得的就是说 三夜折孤 满山游 四月江水 到处流 这个采茶姑娘 茶山走 茶歌 飞向白云头 这都是大白话 说采茶姑娘 茶山走 你看这个景 这是在电影中 不停的体现出来的一些镜头 比如他山歌 藤禅树 藤禅树 尽管我们今天不怎么提倡啊 就是那女的老禅 那男的意思不大 这藤是指女的树 是叫趁早 别乱挑 就这意思 所以看现在啊 这个大龄男女很多 家长特别着急 就是过去 有机会的时候 竹子当收 你不收 笋子当流 你不流 绣球当捡 你不捡 空留两手 捡忧愁 就这意思 就是你在恋爱的时候 男女年轻的时候 考虑其他要少 考虑情感要多 那么陕西民歌 就不是这意思了 陕西就是 我的头像青天 什么小柯 听过我的脸 那么大雁听过我的歌 你听听 他这就是 直接就吼出来了 那陕西民歌 就粗放了 琴枪都是吼 你看那个词是吼 那我们的广西 这个四个字 山清水秀 那我们的陕西呢 你看都是西 沧桑啊 茫茫打地 你闭上眼就能感觉出 他文化的差异 是由于地域造成的 广西到现在 还是很喜欢唱山歌 山歌的好处是 互动性非常强 他都是以对歌的形式 男的唱 你看那个刘三姐中 就特别多 他都是用那种 比心的方法 这种比心的方法 很具文学性 文学 如果你是学文学的 老师一定告诉你 比心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啊 小时候听这个山歌 都是从这个刘三姐 电影里听的 很多歌呢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 他肯定是不能少这个环节 但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事呢 叫祭祖 他分得很清楚 上午祭祖 下午唱歌 按照当地人的话 就叫敢歌虚 有的地方还有点各种小节日 比如泼水节 不光是这个云南友 童话节 抢花炮等等 他非常热闹 祭祖啊 是我们古老民族 我们民族 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凡是古老民族 都有祭祖的这种习俗 广西就是三月三 开始祭祖 广西现在留有一些痕迹 比如广西宁明县啊 那个花山岩画上呢 所展现的就是 当时落叶人崇拜的 这种图腾 他这个图腾很有意思 崇拜水 崇拜蛙 青蛙 为什么崇拜青蛙呢 是因为青蛙多子 汉人也喜欢 这个多子的东西 我讲过石榴 青蛙这都是喜欢的 那么他的图腾是什么样呢 是做挖状 挖状是什么样 是这样 看看啊 这样挖状 挖状 手要张开 挖状 不是趴地上啊 别我一说挖状 你就趴地上了 腿呢要弯曲啊 不是直的 你看那青蛙也不是直的 弯曲 做一挖状 这是这个古月人啊 尤其洛月人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这一个动作在广西的研画上出现是最多的 今天还到处沿用 你看地域文化的这个特征中的这个比较啊 要学会这个比较 你比如他说这孤 这孤鸟啊 本身就胆小 个儿不大 这么大 我在南方碰见过多次 颜色呢很花 他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小清心 你看那个大雁啊 翅膀一张 那么老大 当他北非南非的时候 排成人字或者一字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雄壮的一个场面 大雁和哲骨比较啊 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大一小 一放一收 他确实有很多不同 这些文化 他悄沐声的就隐藏在这个当地的文化之中了 三月三是壮族的一个这个传统节日啊 他不仅仅是壮族的 也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还有很多其他少数民族 比如洞族啊 瑶族啊 也是他们的传统节日 这个节日对他们来说不亚于春节 甚至比春节更为热闹 那我们其他省份的人 尤其北方人可能感受不到这些 所以你就应该在三月三的时候啊 比如今年你要来不及了 你明年 明年来不及了 还有后年 你就要定一个计划去广西去看看 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少数民族的一个热烈的气氛 官府毛揭秘官府秀啊 我们看看啊 这是一个木头的盒子 我们要打开给大家看看 盒盖 这个盒子很浅 其实放不了什么东西 它的好处是呢 它装饰性很强 它是一幕整挖的 它是用一块木头炫出来的 非常费木头 这什么木头呢 就是你们今天津津乐道的黄花梨 俗称越南黄花梨 只有他们舍得这么炫啊 把里头全炫飞了 炫完了挖成这样镂空状 这是一个这么粗的越南黄花梨 炫出来的一个圆盒 只不过啊 它里头不讲究 为什么我知道它是越南的呢 是因为它里头不太在意 内地做的这个黄花梨盒里头都打磨得很好 你看它里头全是很清晰的炫痕 它不在乎 所以它就做成这样 外面打磨得很好 这件东西的年份呢 大约是清代早期的 它底下的这个托呢 在清代时期很多瓷器上流行 这是一个很极特殊的造型 这个造型对于内地的工匠来说舍不得 舍不得这么做 他舍不得用这么大一块木头 把它镂空成如此状态 他觉得太浪费 可当地的人就不在意 为什么不在意呢 因为木头是他们的 我去过越南 越南的现在还有的大黄花梨树 最粗的直径得有一米多 现在还有 但是不让砍了 已经被砍得差不多了 过去广西也有这种树 只不过它就现在越来越偏南 因为我们很喜欢这种硬木 就被砍了以后做家具 它的特征并不明显 如果我们单独的看 它上面就是一个圆壳 底下就是一个托 只不过上面有个超大的钮 这个钮从比例上讲 跟这个盒子的比例太大 汉族人如果做这个钮 会做得比较小 比较收敛 这是我当年是在越南去买的 今天广西呢 红木业也非常发达 它跟越南接壤 有很多红木市场 有卖木头的 也有卖家具的 如果有机会去的时候 你会感到很震惊 它有很多家具啊 那个腿做得特别粗 我见过那个沙发的腿做这么粗 整根的木头 让我们来看非常浪费 非常心疼 当地人就觉得只有这种粗料 才让你感觉有价值感 我们今天啊 提倡环保了 这个树尽可能的不砍 木头尽可能的用树生树 这种树长得太慢 一百年才能长这么粗 这样一个核子 对我们普通人看 说没什么 不就是一个圆核吗 但是对于行家来看呢 觉得这东西还是很很有意思的 底下镂空 塑胶塑的非常紧 上面的空间非常大 你看盖很深 盘很浅 这类东西在三百年前呢 就是广西和越南独有的 这种树尽可能的树尽可能